美国股市创下近三周来的最大跌幅 这间公司也hold不住 百年历史的饮料品牌可口可乐 也抵挡不住疫情冲击 股价下跌 也让CEO在受访时赶紧信心喊话 可口可乐第一季财报出炉 由于疫情影响 民众大量囤货业绩有成长 但近期主要通路 像是餐厅 音乐 游乐园纷纷关闭 让可乐卖不出去 整体销量大减25% 把全年度的财测把它收回来 因为它也都不晓得怎么样来预测了 不过一般认为下半年状况 会稍微松了一点 疫情影响整体经济体质 尤其近期国际原油需求量减 价格出现负数 第一季财报不佳 美股也应声下跌 美股三大指数21号再度出现大的跌幅 道从官业指数下跌631点 连科技类股纳斯达克也出现3.48%的跌幅 基本面那么差 这个是假牛啊 不是真的牛啊 所以必须要利用这个外在的 负面消息 把它做一个适度的修正 随着川普喊复工 各大企业也动作频频 专家不会言现在已经是相对低点 不过何时才能景气复苏 川普恐怕不能靠自己 每天喝可乐 还得要有实质的防疫振兴方案 接着姚立强程序跟台湾报导 对